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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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上聖聲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授時 願解如來真實益 看課本255年 前面講到 這是借真上學 那麼現在講到 心真上學 就是定 那前面的間 就是 這個從律雲間 然後講到更律雲 然後知足遠雲 現在講 此能盡思我 亦是定方便 這是節前起後 就是總結前面說的戒 然後 這個戒 重點是要 做什麼 就是要幫助修定 所謂起後 後面是定 現在從戒真上學 說到定真上學 定真上學 又叫做 新真上學 那這個是三真上 戒真上 新真上 和會真上 上面所說的 密護根門 隱石之量 覺悟於決 正知而助 知足遠離 那麼這幾部分 都是 能盡思羅 就是讓我們的戒 親近的 這樣去做 就是這樣去行 就是這樣去修行 這樣去揪 戒學一定會如法親近 雖然 戒以殺到淫光為根本 這個是信戒 但是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貪酒飲食 貪熱睡眠 不能守護根門 即使你沒有殺到淫光 但是你這個 盤著這個五欲六成 不能守護根門 不能自知所行 就是正念正知啊 因為這裡在講前面 因為這裡在講前面 就是 除了 就必於一切之外 還有所謂的密護根門 飲食之量 覺悟於家 跟正知而助 還有知足遠離 所以 這個 貪酒飲食是飲食之量 那麼 貪熱睡眠是 就是 講 這個 覺悟於決 不能守護根門 就是密護根門 另外 不能自知所行 就是 沒有正知而助 另外 對物欲不滿足 對人事不遠離 對物欲不滿足 就是 沒有知足 那麼 所以這裡就是 然後對人事不遠離 這個就是遠離 知足遠離 那總共是講的 一二三四五 知足遠離 你如果把它放在一起 六 如果 分開的就是六 放在一起就是五個 所以他這裡 就總說了 那一定會煩惱多 因為這些都是起煩惱的 犯戒作惡 那就慢慢慢慢 你雖然前面殺到一萬個尺 但是後來這一些煩惱多了 還是會去造作前面的殺到一萬 因為 這個煩惱 不但會成熟 會增生 它會有副作用 會有後遺症 那慢慢慢慢 你如果 在這個 雖然受持這個五戒 但是你這一方面 沒有用心的話 那終究還是會犯戒 所以 佛制戒律 不但是延遲信戒 就是前面的殺到一萬 因為前面講 戒一開始就是五戒 殺到一萬 這個是戒 而且涉及日常生活 團體鬼折 舉止歸 那這個是我們說 就以秋戒 巨族戒來講 那如果是在家人 它基本上就是五戒 多一點就是叫做八冠災戒 那八冠災戒就牽涉到 就稍微有一點牽涉到 所謂的對這個五戒 不歌舞昌記 不顧皇冠天 不走向萬萬 不相遠足生 然後 這個不非此時 然後 不做過高廣大爪 這些都是色身相位出 不是五戒 基本上是這樣的 所以 涉及到日常生活 團體鬼折 跟曲子歸 我們說過戒律 基本上有三大部分 一個就是信戒 這個就是道德規範 道德規範 團體規約 跟生活準則 所以我們講戒律 這個是從 以秋戒來說的 如果是在家戒 它基本上就是五戒八戒 就沒有牽涉這麼多 基本上就是道德規範 那這個是不讓你落山二道的 就道德規範 這個是信戒 另外 還有團體規約 這是人與人之間的 另外一個就是生活準則 穿衣 就是日常生活裡面 你要怎麼修 才符合解脫 才能趨向解脫 那就這裡講的 這裡把它分成兩個 就是 這個 橘子歸影 日常生活 這些 走路要怎麼走 穿衣要怎麼穿 吃飯要怎麼吃 坐 坐要怎麼做 走要 就是行住歸影這些 都有規範 那為什麼 就是幫助你正面正知 那所以 這一些 它都有它的目的 那 所以導師這裡講 不但是道德規範 就是信戒 信戒就是道德規範 日常生活 團體規則 橘子威宇 將一切生活 納入乳法的規範 犯戒的因緣自然就少了 所以戒律基本上叫 防非子恩 那麼 防非就是 預防性的 所以就是這裡 犯戒的因緣會少 因為你都在規範裡面 那麼 所以 基本上 你在這個範圍裡面 你 預防性的因緣 你太會犯戒 那麼萬一 有犯戒的因緣 那麼你也能夠止惡 能夠克制 因為你有正念正知 那 就是你不太有犯戒的因緣 但是萬一有 那麼 你也能夠克制 所以叫做防非子惡 所以犯戒的因緣少 然後 就算有犯戒的因緣 也能夠立刻 解決防護 然後 能夠制止 自己不去造惡劣 那我們基本上 修行基本上 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就是 我們有煩惱 那我們也沒有辦法 我們也沒有辦法 克制我們不起煩惱 一開始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 並不是說我有煩惱 然後我知道煩惱不好 然後我就不起煩惱 你那麼厲害 一開始是 我有煩惱 就 我聽到這個人這樣講我 我非常生氣 我怎麼可以不生氣 沒辦法不生氣 那生氣我要罵人 但是一開始 我克制 我雖然很生氣 我也知道我在生氣 我也知道我想罵人 但是我克制 我不罵出來 然後 一開始 一開始是這樣 就是克制 一開始是克制煩惱 讓他不去造作 重的負面 然後 漸漸漸漸漸 有力量 然後 努力思維 調伏煩惱 我一生氣 一開始是克制 我不要煩惱 去傷害他 比如說 許得利 我很生氣 看到這個人這樣 就有這種態度 講這種話 我很生氣 我想罵他 但是 我不可以罵人 我想打他 但是我不可以打他 我克制住 這個是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 就是克制 我不去打他 我不去罵他 這個是界的第一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是 我起煩惱 我想打他 我想罵他 我並不是克制 我不去打他 而是調伏我這個心 克制我這個心 不要起想打他 罵他的這個心 要把他克制住 調伏住 控制住 第三個 才怎麼樣 克制 就是調伏 第一個是先克制 第二個就是要調伏 調伏這個心 第三個 就是讓這個心 讓這個心 沒有那麼久 沒有起承那麼大 漸漸漸漸漸 讓這個心沒有去除掉這個心 斷除掉這個心 這個是一開始 這個時間有多長 不一定看著 如果你力量強 很快 你想一想 你就不會再起扰 你要對這種事 你也不會在意 這個是其實修行過程還蠻 還是要看個人 有些人很快 有些人很快 他就釋法了 有些人不容易 自己勸自己 別人又來勸 想了很久 才想通 這個基本上就是 要不要常常學理國法 如理思維 久了 久了就可以 那一開始 煩惱狀的都要先克制 那麼有些克制不住 就要怎麼樣 就要 你就要 盡量讓自己不要去那種 會起煩惱的地方 或遇到那種 會起煩惱的人跟事 就盡量到遠離了 遠離會讓你起煩惱的這個戒 所以這個是 所以戒就是 戒就是設在一種 不容易起煩惱的狀態下 先離那個禁 或起煩惱的禁 漸漸漸漸 心有力量了 才能離心 離起煩惱的心 所以他就在這部會規範 讓你養成正院正式的習慣 那麼煩惱不會常常起 他就比較沒力量 所以他這裡講 假設你能夠真的照這樣來 第一個犯戒的因緣會少 第二個就算有犯戒的因緣 心也能夠馬上的警覺防護 為什麼 因為你前面有正面正式 你前面有遠離 然後你前面有這個 前面有這一些 覺悟與其這種習慣 然後飲食之下密乎根本 你對這些境界 你都有覺察都有覺躁 所以不太 就算有煩惱不嚴重 其實有煩惱也不嚴重 也不會常見 就是煩惱的程度不會很重 煩惱的時間不會很久 煩惱的次數不會很多 就不會有這種情形 好 這樣自然能做到戒法清清 所以說到戒學 切勿輕視這些飲食等日常生活 以為無關緊要才是 所以佛法你看八正道他就是這樣 你看 他是基本上是要從日常 要從日常生活裡面做起的 那特別要修硬 你看八正道 八正道的次第 他第一個是政見 正思維 就是觀念一定要先正確 觀念不正確 你沒有辦法 然後之後你看 他就是這些觀念的正確 正與正業 這個就是戒 然後正與正業之後正命 這個是日常生活裡面的 就是我們維持生活的這個 這個也是戒 那麼你正與正業 這個是不殺到遺忘 那麼要表現在你的日常生活裡面 你不能說我這個日常生活裡面 那麼我只要不殺到遺忘就好不是 你基本上就是要把這些都帶進來 那這個都是戒 就是你維持生活的所必須的 你是有這些在裡面的 之後這個之後才修什麼 正念正點 那麼再依這個正念正點 五發五落位 得出事的政見 基本上是這樣的 所以導師這裡也是在講這個 就是你這個是很重要的 這個之後 你修定才有正定 不然就是協定 但是你要先有正確的見識 你才知道要修這一些 好 所以你不要以為 像這種日常生活的這一些 你不注意 以為這個沒有什麼重要 其實這樣是不對的 這樣的戒學清淨 就是定學的方便 那麼你一般人不知道 就是一開始就要閉關 那麼觀念都沒有 正正確的觀念就沒有 一開始就要盤盆 一開始就要關東西 那麼總認為自己用功了 那麼就可以得到 不是 你錢方面沒有做好 你基礎沒有打好 地基沒有打好 房子一直蓋 蓋到上面 一下子地震來了 整個倒掉 這個就是蓋地基 所以他說這個是定學的方便 你要修定 這是修定所必備的基礎 就是打地基 地基越深後 地震來了都不怕 那地震是什麼 不然間一個很大的境界 就會摧毀了 可是你這一些 你這一些地基打得好 你就境界強 你是不怕的 也不容易有地震 所以這可說是修定的準備工作 就前面這一些 經上說 借盡便得無悔 無悔故 歡故生喜 由心喜故 生得慶安 生慶安故 便受慎樂 樂故心定 所以 他的註解 他底下30 這個註解是隱於且失地論 那這個在哪裡 我看一下 這個在註解 註解 這課本270頁 註解30 導師的這一邊都是隱於且失地論 但是他說 他說經上說 不過這個是隱於且失地論 隱於且失地論裡面講到 他說 親近施羅有十種功能 那麼這裡是講十種功德的第一種而已 那第一種裡面 他是這麼說的 既然他隱於我們就把它隱完全一點 那他後面有講 後面有甚至講到這個 什麼 請安決安 這個是就是講十種功德裡面的其他的 我們先講這個 就是 隱於且失地論 他裡面有講 這個 親近施羅有十種功德 不過也有這一部經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因為導師是 他雖然講這個 他雖然講經上說 但是他是隱論 但是經上確實也有 等一下我們先來講 先把這個 那他講 親近施羅有十種功德 這裡 只是第一種而已 親近施羅 就是借親近有十種功德 那 底下講的 借近便得無偉 這樣開始講 這第一種 我們來看 借近便得無偉 就是這裡 這裡經文裡面有 這我們就不行了 這跟經文一樣 接下來 借近便得無偉 那麼這個是第一個 十種功德裡面的第一種 第一種裡面的 這個借近便得無偉 這裡是講 第二個是無偉故歡 第三個歡故身形 第四是 這個不是十種功德 就是 怕你不回 那是怎樣 這是十種功德裡面的第一種 那第一種裡面有這一些 借近便 我們把它分斷 那個 借近便得無偉是一 那無偉故歡 歡故生死 喜故 喜故清安 神情安 神情安 神情安故便受聖熱 樂故心定 這個是到第六 樂故身定 因為它重點是在講 因為這樣得定 然後後面還有 我們就把它寫完整 那第七個就是 心得定故能如時之能如時見 所以 因為定後面就會 因為定後面就會 定後面就會 戒後面是 這個是由戒 戒後來得定 定後來得會 第七個是 第七個是 心得定故 心得定故 人如時之 如時見 能如時之 能如時之 能如時見 第八個是 是 如時之 如時之 如時見 的緣故 如時之 如時之 見 故 就是這裡的 如時之 如時見 如時之 見 這是從戒到解脫的一種說法 經典確實沒有這部經 所以我們再來講 能如時之見 故 他是 時之見 故 驗人 喜怨 這個導師後面有講 驗靈異 驗人 喜怨 能其言故 驗得 伊蘭 日時格 由伊蘭故 正如解脫 第十一个 而解脱过 解脱就有解脱之间 基本上是这样 有解脱 练自之间 自知自间 基本上我已解脱 就是我身已近 犯恨已立 手作已半 不受后有 基本上就是这样 我已解脱 乃至我当得念法 乃至 一般都是说 我身已近 犯恨已立 手作为一般 自知不受后有 就是自知自见 我当得念法 那因为导师这一段 基本上是已且CD认的 但是他前面说 这个是第一个而已 这是第一种功德而已 第一种功德 那就是他可以由戒到解脱 这是第一种 那因为他讲经上说 那那是什么经呢 那经里面 他是这么说 比如说基本上是两本经 这是中阿罕的 我们略照看就知道了 那这也是讲中阿罕 中阿罕的这个所谓的不思经 不思经也很有名 所以不要这样想 不思经 那另外有一本 是何欲经 也差不多是写这样的 中阿罕的不思经 那不思经怎么写呢 这个也很有名 第一个 因慈戒便得不回 内心没有忧悔 那内心没有忧悔 是修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他后面就是这样 因慈戒便得不回 第一个慈戒得不回 那第二个 就因不回便得欢愿 因不回 我们就直接这样写就好了 因不回便得欢愿 那这里是 这里是我们看这个课本 第二个是 无悔故欢 那因欢愿叶得 因欢愿叶得喜 这是第三个 我们写这里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也跟着你看 欢故生喜 那 因喜故叶得止 这是第四个 因止叶得热 这是第五个 因热叶得叶得定心 因为热叶得定心 因为热叶得定心 这是第六个 这里就讲到 就是热顾心定 所以 于全心定人这个题 是在解释这个 不思经莫合意见的 那 有定心便见如死之 便见如死之如真 第七的 有定心就如死之见 就这个 有定心叶能 他直接讲得如死之见 如死之如死见 就是这个第一个 就是这个第一个 如死之见 如死之如死见 如死之如死见 如死之见 这是第七个 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不思经里面的 他是这么想 所以这个题是解释不思经的 那么 那么第八个就是 因为之见如死便得热 热叶映悦静 然后第九个 愿 愿故变得无欲 无欲 愿离 人起愿故变得离来 那这不是谁离来的吗 因无欲变得解脱 无欲 这是一九个 那无欲就得解脱了 无欲一十个 就是有解脱 因解脱 因解脱便知 便知解脱 就有解脱之见 我生理性犯任理律 手作与范不是后人 因解脱就有解脱之见 手作之见就是自知 我生理性犯任理律 手作与范不是后人 自知自见 自知自见自己得解脱 所以你去当人认理 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导师讲 导师这里讲到 经上说 他指的就是这一部剧 或是这一部剧 也很比较何欲间 但是他赢的是 亦且是低论 好 那實際上也是從不思經來的 為什麼要不思經呢 因為要細猜跟你講 你不要認為 你不要去想 就是你持戒的時候不要想 我因為持戒我便得不回 那不是說持戒得不回嗎 他是告訴你 你不用這麼想 因為你只要持戒自然就得不回 他是告訴你這個 他就是你這樣做做做做 那你就能夠得解過來 那這個是第一個 因為持戒得不回 因為不回 因為不回故歡 因為歡故喜 因為喜故清安 乃至得解脫 解脫之間 這個是第一種功德 這個是第一種功德而已 尤其後面還有講 所以我們先來看 他說這因為持戒親近 一定心安理得 自然能隨順去入定行 自然而然他說有這種作用 如從日常生活的如法來說 不會貪求滋味 飲食過量 不會貪著睡眠 中日昏昏沉沉沉的 隨時能防護根本 正之所欠 這個就是這都是在去除定障 因為定的障礙就是 主要主要是三個 一個就是五欲 一般我們都說五欲無蓋 但是主要就是五欲 五欲就是從飲食睡眠這邊下手 另外一個就是吊絕 吊絕就是你善亂想很多 那你正知正見 你正知就不太會吊絕 另外一個就是昏沉 那昏沉就是你貪著睡眠 就容易昏沉 這三個就是你要修定 要成就定的一個比較大的障礙 五欲 那所以五欲就從哪裡下手 從這個飲食 昏沉從這個睡眠 當然睡眠也是五欲 但是就是你養沉那種習慣 昏昏昧的習慣 所以你不貪著睡眠 那你不貪著這個飲食 那另外就是你常能正知 就是正念正知 依正知而助 行住說你不會 你就是常常保持在覺知當中 什麼要做 什麼應該做 什麼不應該做 什麼能做 什麼不能做 你都很清楚 你現在在做什麼 為什麼 你都很清楚 這種 這種就比較不會掉舉 散亂 隨便亂想 想這個想那個 或是也不知道想什麼 就做出發呆 反正就是像這樣 這種就是它 你如果 你如果平常沒有訓練 那你忽然之間 你在那邊打說做不來 做來的也不吃腳 所以它基本要從這次基礎上做起 所以這個都是去除定障 修定的障礙 所以借清淨的 請安 決安 遠離一切 身心熱鬧 我們剛才講 畢竟是另講 這個清淨是有十種功德 那前面這個借淨變得無悔 這邊開始 這是第一種功德而已 那這個請安 決安 遠離一切身心熱鬧 這個是第二種功德 這個是第四種功德 那在接下來講 就是睡覺 就是你睡覺的時候很安穩 你起來還是很安穩 那你為什麼能夠安穩 因為沒有熱鬧 沒有煩惱 那無諸不畏 心理驚恐 這是第六種 這尤其是第六種功德 那他總共有十種功德 我們導師這裡講了三種 就是第一種 第四種跟第六種 第一種就是借淨變得無悔這樣 一直到解脫 這是第一種 第四種是 你不管是醒著的時候 還是睡著的時候都很安穩 醒著的時候心安穩 睡著的時候也是身心安穩 第六種是 無諸不畏心理驚恐 那這個是 於他凶暴不律其惡 他的原文是這樣 啊 喔 吵 好 阿 第一種就是現在講的就是借盡便得無悔乃至得定得解多好 第二種我們就順帶講 第二種是能夠往生散去 我們這十種功能 十戒親近的十種功能 我們不照靈魂 我們就依他的儀式大概這樣一下就好 因為他寫得蠻多的 第一個就是 十戒可以得到解脫乃至得解多 就借定會得解多 可以得解多 我們這樣講好了 您得解多 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您得解多 一個一個講得定然後得會得解多 那第二個第二個意思是 人往生散去 您終能往生散去 可以到好的地方去 因為你如果持五戒至少都是人天國報 而且就算你做人 你不殺生你就長壽健康 你不偷告你就富貴尊榮 你不協議你就眷屬合肉 我們就是這些 那麼所以能夠生到好的地方 那主要是人跟天 人天散去 而且你的果報也是會是好的 一般常常講 持見 如果我們說我們送仙 那基本上一開始跟你講 如果你持禁見 明文即利養死後生天上 就可以講這個 至少有這樣的 然後你再有智慧 借鏡有智慧便得定道 然後就可以走 至少有這三個 明文 名聲很好 然後人家立養 就是人家會恭敬你 而且會供養你 然後死了可以生天上 這個是第二個 人終人生上去 不管在家出家都一樣 第三個 就是他的十種功德 第三個是 他說 這個 明 我們叫做明 明聲 他的原文是這樣 騙諸 騙諸方義 妙善称義 身送苦 叫他誰來 好 騙諸 其實就是 明聲騙滿十方 你持禁 那你的明聲會很好 騙諸方義 就是 各個地方都傳送你的明聲 這個人持禁很好很好 妙善称義 大家很讚嘆你 簡單講就是 明聲普文 妙善称義 身送普文 身送你 大家都講你的 讚嘆你 就讚嘆你 歌頌你 那明聲傳到很遠的地方去 大家都知道 就是這三個 第四個是 第四個是 就是這裡的 請安決安遠離一切身心 就導師引第四個 請安決安 就是 你睡覺也睡得安穩 起來也安穩 不會害怕 那第五個 請安決安 第四個就是 經文裡面等 我們就不行了 第五個 就是課本裡面等 第五個 第五個是 若寢若絕 諸天保護 前面第四個是 請安決安 就是不管你睡覺 還是起來的時候 那麼 你身心都很安穩 那第五個是 若寢若絕 不管你睡覺的時候 還是起來的時候 若寢若絕 諸天 這個 諸天保護 不借天人保護你 第六個 第六個 第六個就是這裡講的 無諸不畏 心裡驚恐 但是它原本是 於他凶暴 不利其惡 就是對於 就是對於想要傷害你的人 對你不好的人 就是 凶暴 不利其惡 你不會害怕 你不會害怕被他傷害 那也不會認為 就是 你不會因此感到恐怖 無諸不畏 無諸不畏 心裡驚恐 於他凶暴 不利其惡 無諸不畏 就是這裡寫的 這個是第六個 這個是第六個 老師就是 隱這一種 這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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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個 那這裡的 想這個慈禧的功德 但是它不只是這樣而已 就是 無諸不畏 就是 尖文裡面的 心裡驚恐 寫起來 既然我們看起來 就會更仔細 更詳細一點 知道導師為什麼這麼講 那 第七個 就是說 你對於這個惡人 你不會感到害怕 那第七個 其實就是 惡人也不害 這些惡人 他也不會害你 他也不會想害你 那麼 就是 或有一些惡人 他不會害你 第八個就是 不是惡人 惡鬼也不會害你 惡鬼惡神也不會害你 非人不害 因為你也求 你有慈見 所以我們講 那 得眾鬼神去 鬼神都很輕 因為你得戒得 戒得 戒得高 所以即使是鬼神 所以 他就會護死你 他都會輕重 有人傷害你 他也會阻止他 因為善神 善神 會保佑你 那麼 基本上是講這個道理 所以 非人也不害你 非人 惡人 那 凶暴的 那麼你也不會感到害他 心靈驚恐 那麼 諸天保物 那麼 第九個就是 我們講 這個是明文 這裡 這裡是明文 十方 明聲 土文於他方 明文十方 就這樣 這個意思就是明文十方 明聲很好 那第九個就是 立養 明文立養 立養就是 立義跟共養 就是 人家會 恭敬共養 就是容易獲得 恭敬共養 立養 恭敬 我們慈戒 基本上 普遍會獲得 恭敬跟共養 舉得例來講 就是 在台灣慈戒 這些 實踐比較好的 就是 我們說 這個 果信律師 很多人都 很願意共養他 而且 可以共養他 但是他基本上 果信律師的得恩非常好 他對這些共養 他也不談 他對這個明聲也不談 他厲害 他很有說起 但是因為是這樣 人家會共養他 他共養的 他也都是施捨給別人 厲害 他容易獲得 立養公信 那 第十個 尤其慈戒 很容易獲得別人的功能 而且恭敬 第十個是 他有十大功德 十大功德 第十個就是 如果你要修定 隨願升天 隨你的意願 隨你的心願 他寫的比較多 我們就簡單而已 就隨你 如果你要升色戒天 無色戒天 你要去哪裡 你都可以 依慈戒為底 然後再修定 然後去哪裡 就容易 比較容易 隨願升天 升色戒天 無色戒天 升欲戒天 如果你有慈戒 那麼 他就比較容易 容易隨你的意願 然後升到好的地方 隨願升天 這個是十大 基本上來講 叫做十大 慈戒的十大功德 應該是隨願人升天 一樣 導師是演第一個 第四個 跟第六個 來講 這個慈戒的好處 身心一直在安靜中 如 這個也是一種功德 但是他 身心一直在安靜中 在十大 十大功德裡面 是做得起到 那麼基本上 就是前面的第一 第一種功德裡面 他就有 那麼心比較歡喜 沒有憂悔 如家修定玄 自然就順理成章 易修就容易 就好像 你如果有慈戒好 那麼你想升到哪一天 那麼你在加修 那麼就容易 要去哪裡就容易 就好像你有錢 你要坐飛機 要坐船 要坐頭頂餐 要坐哪裡 反正你就加錢就好了 反正你有錢 那你慈戒也是這樣 你根基尾 你要蓋二樓 蓋三樓 蓋四樓 蓋五樓 都沒有問題 一般人只是愛慕禪定功德 他說 一般人都禪定有殊勝的功德 但是他說 不知道 禪定是要從持戒開始修 那麼如果你不持戒 你大概就修禪定 這個也很危險 這個是很危險 就好像 你地基沒有打尾 你蓋越高越危險 蓋越高越危險 那麼不知道自己的身心 一直在煩惱動亂中 那這樣是寫煩動亂中 如黃蜂骇浪一樣 那麼地基沒有打好 就想憑著盤腿戒 單盤雙盤 不管怎麼樣 你就想平打坐 然後閉眼睛 就關呼吸 鼠氣息關呼吸 一下子就要壓下去 就難怪 第一個 第一個 你這樣不容易得定 第二個 就算有定 因為你的戒不清淨 一般我們叫做 絲羅不清淨 三妹不現現 一般是這麼說 不容易 因為心嘛 定是心定 可是你的絲羅不清淨 你的煩惱動亂就多了 絲羅不清淨 三妹不現現 就是定不容易成就 但是如果有的話 那有幾種 如果你這樣能夠修定的話 基本上就是協定 所以他這裡講 那麼 就算是有一些定律 就應修有一些定律 由於戒行不清 動機就是這個善心 不善心所成的 這個善心 這個心不對 容易招感什麼 容易招搞天魔外道 或引起身心的一些變化 所以就成為什麼 協定 所以 政變是從哪裡來 從正面來 政變從哪裡來 從正與正業正命 正與正業從正面 從正面從哪裡來 從政見正思 知道什麼是善 什麼是樂 什麼是報 知道 你先弄清楚了 你要有個次定 你不依照次定 你就很難成就 就算成就了 也很容易失去 而且這種成就帶有危險性 有後遺症的副作用 所以就成為協定 結果是什麼 邪魔 非人所擾亂 自害害人 但有一些是 這些天魔外道 或是這些鬼道 他知道了 他讓你有一些特殊的境界 你還以為是你的功能 其實不是 這樣就麻煩了 然後他會鼓動很多人 然後讓很多人 讓你有一些特殊的境界 都是特殊功能 那你就慘 那你就開始造很多樂業 好 我們先下課 先轉到這裡 下課時間